對很多 大家不要在現在弄馬 馬文君沒事PO一個 那現在是隨便有錢 不是 你怎麼會這時候去問這個 而且開放性問法是最傷的啊 是啊 我看了我都傻眼啊 隨便有錢就馬文君啊 就是你啊 當然是馬文君嘛 我們不是這樣認為的 我們認為是蔡悠悠們 所以馬文君不是用開放性的問法嗎 我們曉得馬文君幹嘛 他好不容易才脫離潛艦風暴 千萬不要這樣講 等一下又要講回來了 南韓媒體戒選 這次是南韓媒體戒選 他沒有講馬文君是親中立委 對對對 他沒有說誰 那不好意思 對號入座 吳思懷 施敏林 趙天林那不用問啦 誰有碰潛艦好不好 誰有碰潛艦好不好 趙天林是kiss 趙天林是kiss 他是付諸實行啦好不好 kiss跟close是不一樣的 英文請你了解一下 他kiss跟close好不好 kiss 他有close啊 他都有啊 kiss不close 你們現在是要講法律問題 還觀感問題 我先跟你確認 這回講法律問題 我講觀感問題 我現在在做肢體 肢體的這個說文解釋 ok 我就不曉得馬文君幹嘛 幹嘛 然後何友宜 何友宜去幫他簽 簽手 何友宜要簽馬文君的手 誰變有錢了 不是只有這個啊 苗栗還有一個啊 邱正君 邱正君 這邊還有一個 我有又有料 我還等啊 給我一分鐘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料真好多 一百七九九三年 四月十九號聯合報 一九九三年 有一個憲兵 四個憲兵 其中一個憲兵叫邱正君 喝醉為有警察 是他嗎 我們問過 最後他當兵的時間 他也在那個地方服役 所以 侯友宜 你可以去簽起一個揍警察人的手嗎 邱正君 就等啊 我們都要等啊 然後正好講的那個 侯友宜新莊那個 你查一下旁邊那個社區 跟買機靈地的 是不是同一個建商 旁邊有一小塊地 就是中華路一百 二十九之一 二十九之一 那插旗的那個建商跟旁邊蓋房子的 那個社區都二十四年了 中華路一段一百三十六項 是不是 對 那是不是同一個開發商 那也是同一個開發商 那一平也五十七 建商插旗在幹嘛嘛 因為那個剛好擋到路嘛 好不好 你會講不完 那侯友宜為什麼 之前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 侯友宜沒有選舉是警察 侯友宜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不用去碰邱正君 那時候邱正君還是議員 那你選總統的時候 你就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侯友宜的人設是什麼 侯友宜所有的人設是從警察出發 出生不死嘛 出生不死 那遇到邱正君這樣一個Case的時候 會很尷尬嘛 因為邱正君那個房東 治安熱點嘛 然後馬文君跟你講說 隨便有錢 侯友宜那個計程的這些房子 他太太計程的這些房子 已經甩不掉嘛 就是說 事先沒有準備嘛 你知道這次沒有人在講 侯友宜跟他太太的事情 當年一點點 因為這個還算是正面 當年侯友也很窮 追他太太的時候 因為他太太家裡比較有錢嘛 他那時候在素切組 幾個老兄弟 大家標會湊錢 讓他買一台二手車 追他太太 為什麼 那個年代開車子不容易啊 上下班了 這樣子追的啊 沒有人去碰他太太那邊 是18年選舉過後 他還是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就一直留在這裡嘛 那選舉 因為最後最後最後八天很簡單嘛 新北市做這麼多動作 萬里能不能再發酵 你目的只有一個東西叫萬里發酵 能不能發酵嘛 柯文哲公平嘛 農地嘛 他還會不會再發酵嗎 侯友宜就是凱旋苑會不會再發酵 還發酵的起來 發酵不起來 那就是看你 你如果看到 柯文哲不回應農地 就表示柯文哲製造自己過關 至少那個議題傷害性已經控制 那我會覺得 侯還在糾纏在他的兩塊地上面 不是兩塊地 一塊地跟一個房子上面 所以 所以你在選舉八天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像他有一件事情 可以做得更漂亮嘛 黃淑君那個廣告 那個不能說是黑暗 因為是民進黨貼的嘛 像他包租公 他當然很生氣嘛 然後管局警察就過去了嘛 可是我如果換一個思維 因為同一時間還有 新北國中生的事情 如果那個時候 新北市的警察 是加強社區巡邏 加強對校園安全的聯繫 你知道那個感覺會不會不 你可以說警察不要去問那個廣告 然後把重點 或是讓大家看到是這一塊 如果新北的警察是這段時間 努力的在巡邏 然後聯繫學校 然後教育局動起來 對於一些已經知道有一點狀況的小朋友 他是加強輔導或加強聯繫 或什麼 你是不是會跳脫另外一個image 對於一陣子